我们在前面其中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图这一章呢学了两个课时 那两个课时呢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很啰嗦的又讲了一下图的定义 因为我也没跟大家沟通你们图论到底学到什么程度 有可能你们图论里面有某些小的定义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在定义这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其中的风格 在我审券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这种模糊的这些地方的都给他加上了 比如说成高到底是什么他高度是什么 把这种定义呢我都会给你加上 所以就主要的你还是不要纠缠于都说 这个定义那里加一那里少一不纠缠于这种东西 而是纠缠于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好不好 所以呢这些就是如果我们图论跟我们的数据结构 它的定义有一点点不一致的地方没有关系 不影响你的解题 在我们出题的时候一定是给大家很清晰的 我们自己的定义也许我们跟他的不一样 也许我们的是错误的那没有关系 在我这个错误的定义之下 你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就行对吧 当然这个这是开玩笑有点走极端 没有问题的就是说 现在呢我们从这个第三个课时开始呢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涉及到我们图的一些算法 而且这些算法呢都是一些很经典的算法 实际上在图论里面你们可能也涉及到这些算法 在图论里面涉及到这些算法呢 它可能是主要是在这个理论模型上头讲一些内容 那我们数据结构呢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就是说我们是要讲我们怎么去实现它 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一些周游的策略啊 甚至我们还涉及到有时候是存储的策略啊 然后呢我们有具体的这个算法的实现 那么这算法实现里面我们甚至是对于一些比较边界的条件 我们也要考虑的 在图里面呢 在图论里面呢 它可能不考虑那么细 对吧 然后甚至在以前我曾经跟耿树云老师 我们一起就是我开数据结构 他开图论 然后他说你哪个讲了 你讲了我就不要讲了 为什么呢 我们讲的比他啰嗦讲的多 那我们这堂课呢 主要是要讲一下这个托普排序 那么托普排序我不知道你们图论里面学了没有 那没关系 没有哈 如果你们学了 那我们也还要讲 因为他们讲的远远不够 作为我们程序设计来说 我们是必须要自己再讲一遍 然后呢 在我们下一个课时呢 我们可能要讲这个路径问题 那我们这个托普排序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些课程代号 另外呢 它的这个先修课程的要求 那我现在呢 干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要排课 排课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 我的这个先修课程呢 一定是要先学完 我才能学它的后继课程 这个是咱们戏排的 好像还有点问题啊 是不是 就是说 先修课程和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后继课程呢 同期开 比如说图论 跟数结构同期开 我就很被动了 对吧 图论 对他这个先修来说无所谓 对我这个后继课程来说呢 我就要受影响 有些定义 那个定义啊 有些定理啊 我还得要跟大家再重复 或者是说 这不是我数据结构的内容 我还得要去重复 跟大家讲 比如说 如果我这个数据结构 这个课程 它在这个离散数学你没学 那我离散的内容我要补充 如果说你程序设计没学 那我程序设计的内容 我还要补充 这就比较累了 对吧 因此呢 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 其实我们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 图这个模型 就是我们常用的工具 那我实际上呢 就是说 可以画出这样一个图模型 那实际上这个 我们这个影子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求解的 这么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建立模型 然后呢 编程序来解决它 那么我们学到图这一章 大家可以看到呢 图是我们常用的建模的工具 那么这个我们就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问题模型了 那我们把这些课程之间这个安排关系呢 我们就是用图来表示 而且是用有项图 那么这样的先修课呢 它是 它发出这个边 它发向它的这个后继课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大家想想想这个先修后继这个课程 假设如果里面有环 怎么样 C1的后继课是C2 C2的后继课是C3 C3的后继课又回到C1 这样怎么样 有环 这个最简单的环 这就死锁了 就像我们操作系统 或者是我们有些任务调度里面死锁了 那这个这种死锁的话 这个就逻辑上是不通的 对不对 你这个先修后继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它无环的这种关系 对不对 你要是再回到 又回到了 那我们就 大家就不要毕业了啊 你就在北大计算机器 就使劲地学吧 就滚着来学吧 就学回去 然后又去学成绩生议 又去学计算概论再学 就这么来回学 然后就待在这儿 那我们就不会失业了 好 那这样的一个图 大家知道 我们是应该有向的 而且是无环图 然后对这样一个图呢 我们这个任务呢 是干什么 这任务呢 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排出一个 线性的这个序列 当然因为我们的排课 实际上比这个复杂 其实我们可以安排 这么一上级题 比较复杂一点 真的把我们系的这些课程 然后让大家建立模型 然后呢 就是同一个学期呢 还好多课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模型简化 这个模型呢 是就是说 温序的安排 这安排呢 就是说 这个课程呢 你给我线性化 线性化以后呢 我不管你怎么去安排呢 它的这个先修课程 一定是要在这个 后继课程之前 出现 安排掉 对吧 而不能在同一个学期 并行安排 对吧 那么我们 把它 再简单化 不考虑这个 同一个学期 这种事情 那我们就是 就给它线性化 就是说 它的先修课程 一定是在 后继课程之前 出现 这么一个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问题 那么 这个 脱补问题的描述 我们刚才 其实给了个例子 那么实际上就是 它是一个 先决条件问题 然后呢 它就是说 在这个有限无环图里面 在它的所有顶点呢 在不完 不违反 前提下 实际上就是 它那个 头的关系 然后呢 给它线性化 那我们其实前面 看到我们的 广度优先周游 还有深度优先周游 我们也都是 线性化的过程 对吧 实际上这个 也是个线性化 那么这个线性化呢 就是个托普排序 那那个线性化 出来的这个序列呢 就是叫做 托普序列 所以大家有时候 什么是托普序列 你其实想 跟托普的排序 可能有关系 那么就是那个 排出了这个序列 那这个序列 它有一个性质 就是说 如果是说 在这个 有些无环图里面 那如果是 从VI到V界 有一条路径 那实际上 我们把这个问题 再扩展了 其实就是说 它这个路径 它祖先的 我都要求满足这个 实际上 大家知道 它祖先路径上的 要求满足 其实是把这个 相邻的这些安排好了 祖先的大概是会 后面可以看到 那么就是 如果是说 VI到V界 有一条路径 也就是说 V界之前 对吧 它的箭头 从VI可以指 若干部 然后指到V界 那么在这个序列里面 这个顶点VI 你一定要排在 顶点V界之前 至于说 钱多少个 钱到什么样子 我都不管 那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定义的话呢 就使得什么呀 我们这个托普序列 它并不唯一 对不对 你可以多种 各样的排法 你可以比较 就是根据你的 这个需求 或者根据你的策略 你来排 让你能够 满足这个条件 那它就 托普序列 好 我们等会还可以 告诉大家 有一道题 是比较难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人来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想 你现在心里有个有项图啊 因为我们这个PPT 地方有限嘛 是吧 我们现在也不画那么多图 而且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那么它 一定是要有一个 入度为零的 为什么 如果说没有入度为零的 那它就是 就是管的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 入度为零的 那么去掉这个以后呢 那么它 如果是无环图 它里面 它一定是影响到 其他的这些点 它的这些入度呢 肯定是 它所射出来的这些边 所指向的这些点 它的入度呢 一定是会要减少一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点到其他的 这些相邻点的 这些边呢 我都去掉 那么相应的来说 它的临界点呢 的入度呢 就减了一 然后呢 我不断的这样去找 就是重复这几个步骤 就给它做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 那我们这个策略 给出来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我们这个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那你首先呢 把这些 入度为零的 你可以先找出来 其实就咱们考试的时候 那我现在先找CR都行 对吧 那么我先把这个C1 勾出来以后呢 这两个插掉 这两个 对吧 插掉以后呢 这个也是为零了 然后现在CR和C8 我随便选一个 你选CR 选C8都行 那么假设我选CR 那么这几个呢 我都要插掉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C3的这个入度 也是零 C5的入度 是零 而现在这里面 随便选哪一个 那我现在选C8 那么这个也插掉 那C9的入度 是零 好 就你这样 继续选下去 我们就不给大家操作了 那你总是 最后可以给它化解掉 对吧 好 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的话呢 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的策略呢 其实都就有一点 相当于 我们用对列方式来实现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先把这些 我先把这个入度 为零的点呢 我都给它 放到一个对列里头 对吧 放到对列里头 然后呢 我先处理这个 对列头 那一个入度为零的 我给它 拿出来以后呢 我把它的 它所设向的 那些零接边呢 它的入度 都减掉一 如果在里面 减完以后 发现入度为零的 那我又把它 放到对列里面 这样反复处理 就可以得到结果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 演示的这么一个思想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把这些点 它的入度为零的 都放到对列里头 有个大疑问 入度为零的 找出来了 你怎么发现 入度为零的 这个我们要留待 那就是说 我现在不管 我就是 假设入度为零的 刚才我们自己 手工来做 习题一样 我肉眼一下就看到 我给它放到对列里面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 统一的一个大循环 我这个对列里面 已经有东西了 这个框架 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用这种 对列来操作 那我首先呢 从对列头 对吧 这个是毒 front是光毒 pop呢 是要给它 赶紧扔掉它 那我们有的同学呢 实际上我们教材上 有某一些算法 他把这个pop 放到后头来 或者放到 离它比较远的地方 虽然说功能不影响 但是这个可读性很差 你到那一想 这个这是pop 一下干什么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用那cl的对列的话呢 你这个front以后 如果你马上要pop出来 你最好给它放在一对 放在这里写 这样助教读起来也方便 你自己检查也方便 因为它是 它没有一个 就是说既读 又给它弹出来了 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你必须分两次来操作 那弹出来以后呢 实际上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top序列的 这个元素 你就可以马上访问它了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马上访问它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 把这个点呢 标记为 已经访问过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在讲 周游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对吧 因为它 有好多条路边 入到我这个点来 不像树 二叉树这样 比较的层次 清晰 对吧 那么 有好多个都会可能引过来 所以我现在已经 被别人引过一次 我已经被处理过一次 我一定要标记为 我自己是被访问过 然后呢 说把这个点 它所涉及到的那些边 它所涉及到边呢 每一条边都对应到一个 就是终结点 这个终结点 它们的这个入度呢 要减一 所以这个循环 大家看我这里标了红的 这个在图的刷法里面 是很典型的 也就是说 它从这个点 所引出来的第一条边 出发 然后呢 走它的这个下一条边 对吧 循环 一直到这个 最后一个呢 还是边的情况 对吧 那么就是最后一条 它可能不是边的 是一个空值 那么就结束 这个是个结束条件 就说 如果它是边 那我就继续这个循环 这是这样一个 图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 一个循环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图的 这个典型的循环呢 就是使得我们 能够把这个点 它所射出来的边 所指引到的 这些终结点 我都能够 逐个的找出来 对吧 那么在我们前面 讲到周游的时候 我们也说了 其实不在乎 它哪一条是first 哪一条是next 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计算机的 这个存储的有序性 所以呢 我们就 没有办法 我们在内存里面 其实我们能够标记出 哪一条是first 就离我近的那个 离我近的 离我近的 不管是相邻矩阵 还是临界表 对吧 都是那样 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 也使得我们的编程 比较方便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在 树的算法里面 有一个题 就是说 我不考虑它的 有序性 我是一个无序的树 那么对这种操作 如果我要判断 这两个树完全相等 什么这种操作的话呢 它实际上比那个 有序树呢 还更困难 算法更难写 所以我们实际上 我们给它规定的 这种序的话 使得我们的算法 写起来更方便 好 那么我这些 终点呢 它的入度 我都减一 对吧 然后对于这些 它入度 已经减成零的点呢 我们给它放到 这个对列里面 然后继续下一轮循环 那么我们在这个 整个这个大循环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visit 这个操作呢 在这里其实 没有什么 太多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说你访问过 你这里不标记 visit呢 它跟那个周游的框架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这个 入度为零 而且它是入到这个 对列里头 那么我们知道 它既然通过它 入到这个对列里头 而且通过这个 入度为零 这个条件限制呢 那么这些点 它都是只可能被处理一次 就是说 它只能被处理一次 因此呢 不会说反复的 那个就是进行一个 死循环操作 就像我们在周游里面 必须要标记这个visit 这样一个标签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TOP排序的一个 对列型的周游 那我们就给它打印出来了 而且打印的 这个顺序呢 是正好 是满足你这个 TOP序列的这个条件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发现 如果是说 对于这个 有环的情况 怎么办 有环的情况呢 这时候 我们这个 对有环的情况呢 它就是 某一些点 它没有标记为visit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进入过 那个对列 没有被 访问过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报告一个 图有环 对吧 但是我们很多情况下 在很多教材里面 其实 呃 它都没有太多的考虑 呃 那个图有环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假设 你给我这么一个 呃 事情 这么一个任务 要我进行托付排序 我就认为你的输入呢 可能是比较好的 是没有环的 那么这个是呃 什么情况呢 等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地规的这样一个深度优先的 这么一个托付排序算法 那里面它就是这样的 它就认为 它就没考虑这个环的问题 这个有环的情况 它是不予考虑的啊 那么这个呢 在数据结构里面 其实我们前面上法 大家可以看到 有好多这种边界情况 或者是说 一些一些条件的话呢 可能考虑的不是那么完全 这也就是说 我们经典的算法 跟我们自己在 程序设计实习的时候 那个工程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强调过 也就是说 大家编的这个程序设计实习题 助教一定是 拿着很古怪的编辑条件 来考你的 那么很少有同学 能够在实习题里面 得十分满分 能得满分都是相当不错 就是他的这个呃 就是这个这个程序员呢 是非常好的程序员 以后编出来的东西 很少有bug 那你要是说呃 你的程序实习得到九九分 九点五分 那说明你还是 在debug方面 或者是说 在保证你的程序质量方面 还是有一些 那个值得改进的地方 好 这个是就是说 他这个利用了这么一个 visitor的标签呢 就是把这个边界呢 给呃 就是这样一个 有环的情况 给他呃 处理了 好 那么 你怎么样知道这个图里面 所有顶点的入度 你怎么知道 如果给你是个普通图 而且他没有把 他没有去控制这个入度 啊 那我们同学可能会有两个想法 一个呢 就是说 我在建图的时候 我对每一个呃 顶点 我就有一个这个入度 这样一个玉 对吧 我给他存起来 玉先先存的 那这个还是应该是可以做的 对吧 你在初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把入度都存着 但是你存着入度呢 你有一个什么 呃 麻烦呢 就是说将来你这个图的操作 增加啊 或者是删除啊 这些节点的时候 你这个图的操作啊 他可能会需要你维护这个入度 这个玉 对不对 你就多一个事 好 还有一个呢 我是不是可以 排序之前 我来临时算入度 是不是算得出来 大家想 算得出来还是算不出来 那如果算的话呢 那你就想 有两个这样的呃 有两个这样的存储方法 对吧 一个是相邻矩阵 这个相邻矩阵的话呢 大家想 如果从这个行 这样走过来 对吧 那么 这样一个行向量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 这里面 标记为一的那些呢 是他的粗度 对不对 那你再想 这个列不就是入度了吗 那相邻矩阵 这个入度很好算 好 那么 对于这样一个 明接表 大家想 如果是 有像图 我们这是有像图啊 那么如果我是存的那个 粗度 粗边表的话 这个入度算起来麻烦一点点的 你想想 对不对 那 我们还说过 对于这个有像图 其实我们也可以单边的成路边表 如果你出成的是路边表 你挺挺快的 对吧 好 这个入度应该说你是可以算出来的 那实际上这里说明这个什么 我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 一个考试题或者一个算法题了 我 我让你把这个所有的入度给算出来 这是个很简单的题 而且 从我们其中考试来看 大概我们考的难度 这这种难度的可能 还是 可能会发生的 对吧 但是如果是说 以前就我们计算机器来考试结构 这种题从来想都不用想 不会出现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用的是堆列这么一个辅助结构 来存那些度数为零的 就是入度为零的点 就是目前当前的入度为零的 这一点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战来存 可不可以用战来存 可以吗 可以 不战乎你是什么顺序 对不对 好 其实这里就有第三个题 这第三个题是非常难的 请你 我给你一个图 请你把这个图的所有的托普序列 所有正确的托普序列 都给我报告出来 这题难不难 大家想象一下 难不难 相当有难度 这个就是我们计算机系的学生 应该能做的难题 但是这种题 因为我们是全学院的考试 不可能考 可能会按照节点编号 这样的一个后处理序来处理 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那么就C1呢 是我在计算机里面第一个看到的节点 所以我会从他先出发的 C1 C3 C4 C6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点编号 C1 C3 C4 C6 那因此呢 我们是C6 先处理完 然后回到C4 C4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发出来的边 那么就是C7 C7完了以后 退到C4 处理完了 C3 C9 然后呢 C3 对吧 然后呢 他再到这条边 他这个 他的访问顺序呢 他的访问顺序呢 是C8 C9 到C7 C7他发现已经被访问了 所以呢 这个打印顺序呢 就是C9 C8 然后到C1 他发现C3 C8这两边都已经处理完了 所以呢 到C1 对吧 然后呢 到这个C2这个分支呢 也是一样 C5 C2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也是要支腻一下 就成为一个托普序列 就是C2 C5 C1 C8 C9 C3 C4 C7 C6 就是按节点编号 来处理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里要专门说这么一个 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要求按节点编号 为什么 我不按节点编号的话 大家处理出来的结果五花八门 每个人的处理结果 是不是对 这个助教都得要走一遍 或者是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干脆编程序 把所有可能的 这个托普序列打印出来 然后助教再去对 你对上第几号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是很麻烦的 因此我们考试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按节点编号来处理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按照这个人来看 我歪的头来看 我只能从左到右 这个就二一线太强 按节点编号呢 他一般来说 没有太多的二一线 你就知道 我这个在存储的里面呢 我一定是先存编号最小的 然后在 我的邻居呢 也是 我从编号小的开始排 这样你就没有二一线了 你的处理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好 这个深度优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别的呀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 深度优先 那么这个深度优先呢 我们看一下 原来这个深度优先框架 那么这个深度优先 这个地规的操作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 进入这个地规操作的时候 对吧 那我呢 就把我自己这个点呢 标记为已经被访问 对吧 然后这也是这个图操作的 这样一个框架 就是一个循环框架 那么是从我这个点 它的第一条边 然后再一次的走 它下一条边 一直走到最后 那个最后一个是 标记它 最后一条边 它的邻居是空的 就它的next是个空的 那么就停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这个 它的终结点 就是这个编指 到的那个终结点 它是没有被访问过的 那么就表示 我可以继续的 深度优先来访问 是不是 它跟深度优先 一个框架一模一样 然后呢 它这里不太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地方 是个后处理 这个地方是个后处理 这个后处理呢 我们把 它这个点 放到我这么一个 宿主里面 对吧 这个宿主呢 应该说是一个 全局的变量 然后这个全局变量里面呢 它这里 有一个 这个 Tag Tag的话呢 它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 这种 就是说 它是引用型的 这么一个 对吧 所以呢 它实际上 跟全局变量是 类似的 它也是传的 这个引用 它加了以后 就对那个Tag 这个值 是 是要影响的 所以呢 这个Result和Tag 就Result 它的这个index 这个指针 对吧 实际上是 都是全局型的 那么我们同学呢 一直有疑惑 说你在说 下标的时候 经常说它是指针 其实下标就是指针 或者那个 就是说下标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种指引 对不对 那么下标 它指的就是 在宿主里头的地址 对不对 指针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地址 明白吗 指针的本质就是地址 那么我们在这种 引用型的传递的时候呢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传递的地址 那么我们这种 非引用型的 像这种 这种非引用型的传递 它传递是什么 传递就是指 就是在我们 记里面 两 是指传递 地址传递 那就是引用型传递 也就是说 它传递的这个呢 是一个全局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 你在这个函数里面 对它的这个操作 它会影响到 它的全局的这个值 别人都能看得见 就是你 你改成什么 就是什么 那么像这些 非引用型的 直传递的话呢 那么不影响外围的 你在这里面 你比如说 你这个引头V 你可以乘以一万 再除以多少 随便你怎么弄 这外头那个V不变 它传的那个值 就调用它的那个函数 它是不变的 对不对 这是有这么一个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它实际上这个全局的 也就是说 我这里 我真正的访问过一个点 那我呢 是在后处理的时候呢 我一定把它加到 我这个序列里头 其实这个result 就是那个后续的 就是那个 TOP序列的 这么一个 后访问的这个序列 然后我最后把它逆转一下 就是对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里没什么新鲜的 就是TOP排序 这样一个地址函数 它唯一的变化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在这个后处理 这里 加了一点点 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两个都是引用型的 就result和这个tag 都是引用型的 它们都是全局型的 这样的变量 好 那么 呃 大家对于这个地址的框架熟悉的话呢 对于这个呃 深度优先的框架熟悉的话呢 这里就只要记这么一句话 后处理这里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在 外围的时候呢 其实 也是比较简单 外围的时候也是 就是说 我对所有的顶点 我都 要做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他没有被访问呢 我都要做一个地规调用处理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因为我们可能 对于这样的 托普序列的话 你如果是 在不同的这个分支 就有可能了 你就是你有不同的联通分量 这几个是孤立的 那你就 有可能需要 再找到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地规出发点 来进行操作 所以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 这个是因为 对联通性的这个处理 对吧 就是如果非联通的情况 我们可能要回到这里来处理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说 这么一个 逆序输出 这个放在这里有什么呢 放在这里是 实时提醒大家 你这个 呃 深度优先出来的序列 它并不是托普序列 把它逆转一下 才是托普序列 而且这个深度优先 不是我们前面 所讲的这个普通深度优先 我们在那个普通深度优先的地方呢 我们是 一进入这个 周游的 这样一个地规函数的话呢 我们就会 在这里就直接就访问它 或者打印它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在后处理 是在最后 出来这个地规之前 才给它装到我们的 这个托普序列的 这个逆序里面 在最后呢 我们是 这里 这几句话呢 就是提醒大家 你要逆序输出 好 这个深度优先 周游的这么一个托普序列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 这个情况是什么 有环 那有环 大家想一想 我们前面的那个算法 能不能处理 有环的情况下 它能不能处理 能处理吗 它这个算法 会不会进入死循环 或者是出错 或者是有什么情况 大家想象一下 现在你看 就是这个ABC 这么一个简单的环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到这个 到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假设 你看就是很简单的 ABC 假设我们从A进入 A BBC 那么我们从A进入 因为它是后访问 对吧 它不打印 然后从 然后到这个B 对不对 然后到 到C 然后它再往这个A来走的时候呢 发现它 那个A已经是 已经是标记 它那个被访问过 就是曾经进入过 我这个轨迹曾经经过它 虽然说我还没放到 脱补序列里面 那怎么办呢 那C 就放到我的那个 脱补序列宿主里头了 第一个打出来 然后呢 回过去 B 他发现也能处理了 B 再放出来 然后再放出来 A 那 然后呢 那个上面这个算法呢 它就给你报告一个结果 说 我的脱补序列给你找出来了 ABC 对吧 是不是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这个算法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是这样的结果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它有问题 它没有什么呀 没有处理这个环的情况 没有处理环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想很简单 你沿用的就是一个普通的 深度优先的 这么一个图周游的框架 深度优先的图周游 我们在前面都很 彻底的讨论过 它既能处理环的情况 又能处理这种 不连通的情况 你什么我都能处理 你只要这个图能够 这些节点和编能被我找到 我都给你能处理出来 我反正给你找出一个 这样的优先的序列 我给你线性化 那至于里面是不是有环 是不是什么无相有相 是不是什么 我们都不管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借用这个框架 就有点问题 这个也是说明什么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有很多情况下 有很多算法书 其实它就拿这个 就拿这个 函数告诉你说 我这个是打印托普序列的 它甚至都没有告诉你 它不能处理环的情况 这种书 我看过好几本 国外的有 国内的也有 都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对于有环 它就确实了 就心里认为 你一定是给我一个 无环图 一定是给我一个 爹记 有相无环图 对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 就是 见到这种 教材也好 什么的 你都要好好的去思考 你要 要有这个挑战权威的 这么一个勇气 对吧 好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其实点 是不是有要求 也就是说 你刚才 你刚才 你的起点的话 我们刚才给的例子是 从CE开始 这个CE它正好是入度为零 对起点有没有要求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有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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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 要是炸那么一考试 那我们很多同学 可能都会糊涂的 就这就 就是非题就行了 对吧 那这个是非题的话呢 它对这个起点的 结果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你可以看 任意的 我们 你要是怀疑它 这个对起点有没有要求的话呢 你就是找一个 这个入度不为零的 来出发 对不对 比如说从C8出发 那么我们可能 我这里可能又把这个C6 又给 又给落了一点 C8 那么它就会是 也是C7 C9 在C8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又是 这个应该是C6 C6 放在这儿 虽然说不影响结果 但是 是应该放在这儿 C6 C4 C3 C1 对吧 然后 C5 C2 也就是你任何找一个点 出发 然后你 用深度优先周游 最后你一致力 如果说你的是一个 呃 跌基图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一定是脱步序列 前提是你一定是跌基图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 我们前面这个算法的话 要有个什么前处理 在这个地方 你进入这个破循环之前 可以做一个什么判断 写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就是判断这个图 是不是有像无环图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甚至有时候 它给你的图 是不是有像 你都还不清楚 呃 所谓 你是不是有像的话 有可能 比如说 它是无像图 回过头来 你稍微判断一下 它给你就是双边 无像图的话 这无像图 它也是 本质上它还是有像图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无像图 你想 它这么来一个 V1 如果是对于无像图来说 无像图是不是就相当于 任何一个边 都是两条边 V1到V2 它其实也有一个V2到V1 这不就是一个环了吗 无像图 你还能给我找出这样的拖不序例吗 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前面的话呢 其实要加一个函数 来判断 是不是有像无环图 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 在这个前处理 应该有这么一个处理的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同学们再想一想 我能不能够 一次 在这个周游框架里面 我其实是不是 我边周游 我就可以边看它是不是有环啊 你其实你那个算法的复杂度 就是你找那个环 找我这个图 是不是个 有环的图 那个复杂度 跟我这个托普序列的复杂度 可能是一样的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 合二为一 在一个算法里面做 对不对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呀 解决的办法 其实就是 加一个状态 我们原来是有一个 V字体的 和那个 就这两个状态 那么我现在加个状态呢 我加一个push 就是说 表示已经放入结果数字 这样一个 那么 如果是我访问到一个点的时候 他所能连接到的这个节点中 他已经标记为V字体的 但是呢 没有给push到这个结果数字里头 那么这就是环 你可以看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 就这样一个A B C 这样一个三条边组成的环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托普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对吧 那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用的这个对立的方法 那个对立呢 我们还跟大家说 其实那个对立可以换成站 也是一样的 等价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用了一个深度优先的方法 其实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都是 它大概的是 每个点 还有每条边 大概都是被处理一次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 这种情况就是跟这个 它的周游 或者是深度优先 或者是就叫做 那个广度优先周游 也是类似的 对吧 跟这个周游的代价是一致的 那么就有两种 一种是临界 临界表 一种是相应矩阵 对吧 临界表的话呢 它就是 这一个 一个 节点表和 拉出来的边表 边每个都被访问一次 那么节点表呢 这个节点都被访问一次 对吧 好 那么它的时间代价呢 对于临界表来说 就是 它的 顶点加边 这个是个双参数 我们上次讲到过 对吧 那么 这个是N 这个E呢 它的范围 它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0到M平方 所以我们保留 这个E 对吧 它的范围可以是0到M平方啊 是不是 所以我不能说 它是 就是E了 因为如果是对于西数图的话 你这个E可能小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保留双参 但是对相应矩阵阵的话呢 它一定是这个V的平方 这样一个代价 对吧 在有环情况下 会提前退出了 对吧 当然这个提前退出的话呢 实际上 大家去深想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对于那种 我们用队列 或者用站 我们自己来周游的 就是我们来考虑它 入入为0的这个点 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周游的 在那种情况下是提前退出的 比较明显 那实际上 在我们这样一个地规 访问的这个框架里面呢 这个提前退出 不是那么明显 它还一层层的 它还往下走 只是说它处理的 没有那么过细 对吧 这个保无所谓 这里对于这个算法复杂度 也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好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是我们那个 对列脱不排序的 这个方法呢 你计算入度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需要运算的 对吧 那么复杂度 还是跟这个优先 类似啊 就是说这个深度优先 或者是广度优先的 这个周游啊 是类似的 就是相邻矩阵 是V的平方 临界表呢 是V加E 这样的形式 就是那我们就不带大家细走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他这个 地规与非地规的脱普排序 那我们要考虑呢 对于这些图的这些算法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 基本上都是这几个 就我们首先要考虑他 是否支持有相图无相图 他脱普排序支持无相图吗 支持不支持 不支持 根本就讨论的是什么 有相无环图 那么有回路图 这也不考虑了 对吧 所以呢 必须是有相图 然后呢 这个 对于这个回路的这个情况呢 还有就是联通性的情况啊 然后他是 他支持非联通的 但是都必须是无环图 对吧 就是说必须是有相无环图 就跌际图 对吧 这个呢 对于脱普排序必须是跌际图 这个概念 我一直强调 但是 以前考那种是非题的时候 在给大家判断的时候 还有人会在这里犯糊涂 那这个就是说 他相当于概念学的不是太好的 好 对于这个全职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没有考虑全职 对吧 不用这个考虑全职 对吧 回路的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有回路 对吧 那么这个地规的算法呢 要么呢 就是说你先判断是不是有回路 对吧 还有呢 其实他也可以放在里头 但是要要修改 就是这个标记呢 跟我们传统的 这样的地规的这个 深度优先框架不太一样 而且还有就是 他这个地规的框架 你要记得 它是个后处理 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强调好多次 非地规的算法呢 他是就是最后来判断 如果是说 这个还有点没有被访问到 对吧 那么其实就是有华了 那我们对于这个托普排区呢 我们就已经介绍完了 就介绍到这儿 而且大家要 回去呢 再要细看一下 我们讲义上面的 我们自己写了 加了一个状态的 这样一个算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